我在沙烏加拉比 我是希拉里 巴西足球巨星內瑪爾 加上生涯拿過五座歐冠冠軍的 葡萄牙足球天王西羅 我只是想說 Yamish Kedda Kedda 還有2022年金球獎得主本澤瑪 通通在近期加入沙烏地阿拉伯足球聯賽隊伍 身為土豪國代表的沙國 重金挖角全球各地球星 這個球隊只有36位最優勢 沙烏地阿拉伯有錢 去簽任任任何球員 巴斯洛蘭的總統 Juan Laporte 也表示 有任何球技能 讓球員換成沙烏地 不只吸收足球名將 連美國男子職業高爾夫巡迴賽PGA 都已經和沙烏地阿拉伯的LIV合併 頻頻搶佔國際體育市場 目的恐怕不太單純 外媒諷刺沙國瘋狂推廣體育 趁機洗白成為體育帝國 而下一步很可能將瞄準 美國三大運動 直籃NBA 美式足球聯盟NFL 和職棒大聯盟MLB 先前傳出沙國當地籃球隊 希望以10億美金 簽下洛杉磯湖人 球星沾黃詹姆斯 最近他又被拍到人現身在沙國 還有NBA荊州勇士隊 當家球星咖哩小子 也和老婆到杜拜和中東度假 敏感時刻 只有和沙國沾上鞭 都可能被放大檢視 小新新聞 游化圈報導